各位网友早晨 今天讲一下钱银 有网友传了新闻给我 就是说苹果作评 我有看过内文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 因为之前一传媒刚刚才说过 点曲街每个月只是点击收6万元 当时我也觉得是合理 这次他就说到19万一个月了 这个报道究竟想说些什么呢 我们跟大家探讨一下 他就说主食YouTuber 逆史处神YouTube发为 马田估计月入19万 煤气工程师业余教主赚3万 好坎坷 这个报道其实就很大篇幅在说些人 怎样做主食系YouTuber 他里面提到 艺人苏思王蔡一杰和郑元昌 都转型做主食YouTuber 杀一条财路 其实以我所知很多人 闲时都会忍耐几米 自己忍耐不如拍片忍耐给人看 每个人都有些绝招 其实我给一个频道我妈做都行 她很有新意 小小做完橙皮 啫喱 难吃到不败 哈哈哈 打一只生蛋进去那些 芒果布丁里面 真的很恐怖 整只不搅拌 拿去冰 然后给我们吃 真的很恐怖 如果我妈做主食YouTuber 我相信都是一条大财路 真的 你拍就行了 甚至你不用拍 拍你老母 都可以 现在YouTube就是这样 自媒体 个个都可以做李錦乱 他这一篇 就在研究主食YouTuber 究竟一个月赚到多少钱 但其实他的资料 都是很表面的 讲回YouTube平时赚钱的途径 提到YouTuber 其中一个赚钱途径 就是来自观众看片的广告 观众看得越长 YouTuber的收入就越多 就是 是对的 如果影片长过超过8分钟 除了片头和片尾 中间还可以插播广告 形成现在不少影片就越来越长 这是事实 不过我可以糾正一点 就是8分钟是没得下片尾广告的 8分钟有得下中间的广告 但是片尾广告要够10分钟才行 因为我之前试过不够时间拍了8分钟 下不了片尾广告的 那么他里面提到 有个全球最多人看的YouTuber 叫Tasty 2016年创立 以累积1950万个订阅 哇 这么厉害 四年就要成2000万 应该是讲英文的 我猜 但其实主食YouTuber 我想告诉你 不讲话都可以 真的不讲话都可以 我以前看过一条片很无聊 有700多万view 叫How To Cook A H 对了 怎样煮一只蛋 那他就拿一排鸡蛋出来 10只 然后呢 乱七地做 煎不够2秒 扔上天花板 总之很crazy 弄完一盒蛋 最后一只 都是失败的 不用煮得好的 其实主食节目 一向都不用煮得好的 听肥妈说 方太那些 李锦链那些 没办法 因为是看着他煮 一定不会是炆 弄得很软的东西 一定是炒 蒸煮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他真的弄了个型出来 他摆得漂亮 但如果真的要吃 是要再煮熟的 由电视这些饮食节目开始 其实已经是 不需要理他好不好吃 你弄就可以了 那些人更喜欢看 古灵精怪的东西 因为网上 和电视台又不同 起码你多个选择 有得看这些特别东西 网上 所以你 其实你暖叉弄 那些食材都会有很多人看 他说到香港的主食YouTuber 怎么混蛋 马田人气高企 订阅人数超过90万 有几条 简易甜品食谱的影片 超过100万的浏览人次 他说以专统计网红收入的网站 估计马田频道单月YouTube 广告收入 可以高达19万 原来这么厉害 但之前 为什么一周刊又说他6万 为什么越催越大 新闻好像是两三个星期之前 我都有说过那件事 他说每一条影片 可以制造好像18000的广告盈利 比如直入息 或者是介绍那件产品 我看他上次是这样说的 我不知道 我没有问过他 这些始终是商业秘密 你都不知道怎么问人 其实苹果都是估计 我估计 你问他怎么回答你 他到时报税很麻烦 吹到这么大 是不是 所以有些观众是苹果的读者 他几个星期之前看了一篇一传媒的报道 就说之前说马田频道单月YouTube广告收入只是6万 现在说到16万 过了三个星期就升了三倍了 所以就跟我报料 可以评论一下 我自己觉得6万元是合理的 6万元是合理的 你计算他的长度和出片频率 6万至8万左右是合理的 但你说19万呢 我觉得有点难度 如果一个人每天一条片 一天一片 点击大概是 即是长片你计算它10分钟 有前中后广告 一天如果要接近20万呢 我想大概每一条片都要有20万点击 大概是 你除了而已 你20万除30万 每天就找6千多 因为很有趣的 有时的片多人看 但是观看时间又不是特别长 我大概估计20万点击的长片 是6千多元左右的一条片 我估计是 大概 因为每个人都不同 有些人很有趣的 拍一个小时的直播片 但看你又未必看得到一个小时 可能看几分钟而已 但有些人拍30分钟的说的片 他真的可以看你20多分钟 所以我也是大概大约数 我觉得能够一个月做到20万广告盈利的呢 当年拍打机片的那位好朋友 应该是差不多的 要一天一片 大概每天20万点击左右 是的 他那时候告诉我 都是差不多的 我就这么看 你说他是不是作什么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他这篇报道 其实他想表达什么 他是不是告诉别人 其实现在既然大家没工作 一起拍主食片 做这个主送的YouTuber 是不是有一份好的职业呢 还是他这篇报道的作者 本身的父母 都常常在家里做东西 觉得他做东西很厉害 特意弄一篇这样的东西出来 或者是朋友、亲戚 给他看 人家赚这么多钱 你也可以的 你开台机就可以了 你肯拍就可以了 这个是事实 是的 现在你肯拍就可以了 你喜欢漂亮一点 有点头有点味 但是 其实拍主食片 很多时候都是听人吹嘴的 分一分两派 有一些就是教人做东西 有一些就是 煮东西 然后说东西 就说另外一些东西 好像有一个职人吹嘴 也是这样的 对不对 好像有个叔叔也是教人 煮菜 都是在那里吹嘴 博叔也是 有些观众都曾经问我 我就说我又没工作了 户口只剩下几百元 他说再找不到part time 我可能会自己做youtuber 我这里就劝劝你 其实如果你想救近火 youtube是救不了近火的 绝对救不了 喂 你零订阅做youtuber 你没钱 你怎样可以找到吃呢 我真的不明白 youtube要一千订阅 才可以开到盈利 你刚开始你已经没钱了 你怎样拍片 拍到有一千订阅很快 那最快的方法 当然是在年登 你本身有account 然后 怎样宣传一下你自己 但是 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我当你开得来 一个月后了 你说你只剩下几百元 你饿死了 是不是 你搞不定的 还有你 不要想着 刚刚开始做youtube 是可以有一份稳定收入 五仔刚刚开始做youtube的时候 拍了几年都是没钱的 我当时是为有出镜的机会 自己制作一些照片给自己 去接工作也好 外面商演也好 或者是接一些广告也好 我当时试过 十万订阅以上 每天一片 每天一片 一个月大概都是八千元左右 当然当时是短片 三分钟 四分钟那些 一天一片 讲话都是剪得很短的 三四分钟 以前不流行那么长的 以前那些人不会 当暗仔收音机那么听的 对 那你要做到这个长片 你要有功力才行 不就是拍着蓝天雨白云 在那里讲话 不要以为就这样讲话很容易 就这样讲话很难的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你真的试一下 你试一下对着手机拍片 讲三分钟的东西 只是介绍你自己 你看看自己的影片 你看看那个感觉 你就知道别人 每天讲这么长时间的东西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说到苹果话点曲街 有十九万的广告收入 还说还未计算产品赞助费用 真的越说越大 他说他做到风山水起 他说对于这个实际收入 马田没有正面回应 不过他只要营运频道 并非易事 又要聘请多名工作人员帮忙 重点是要有实力 原来点曲街拍片 是有幕后的 他请得起 如果一个月都赚多钱 你说请人做拍摄剪接OK 但是你说 是跟人合作 合复去经营 就麻烦了 多次讲过 多过香奴多个鬼 我当你一个月赚四万 两个人一个月变 每人两万 哎 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请人做事好好的 我都会给钱人剪片 有时候是广告job那些 那些没问题 你当自己是老板 收货而已 很简单 合复经营YouTube 就等于 把自己公司的股份 跟人一人一半一样 所以 很难搞的 你看之前 李远华那件事也是 很多 多到不得了 数之不尽 那么多个 恩财失忆的例子 所以 自媒体 大家都是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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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好一点 那点曲街址 除了要找工作人员帮手之外 他说观众看影片 是希望成功学习到煮食 如果本身没有实力 令到看他影片的人 都成功煮得好的话 会被嫌弃的 我觉得两体 如果你说搞到乌里马产 然后最后一场 哇 那只鸡很漂亮 那一道菜很漂亮 也是笑话而已 我觉得没什么所谓 但是他说 运气也相当重要 他说如果是英俊 一出来大家已经很喜欢你 那你就不用做任何事情 如果不是 你要做某些内容 就会比较辛苦了 因为起码要有结实的内容 才会有人看的 两体 譬如他说很英俊 Cooking Hei Hei 都算是网络主食界的偶像始祖 虽然他英俊而已 他的后製都搞了很多东西 你看他拍片是很有心机的 甚至见他有一条片 不知道还在吗 他不断跳 不断狂拍照 就像是沿河飘 他说那个 只是拍照 在家里跳出街 跳了半个钟 你觉得你们做不做到 人家都英俊 很多女粉丝 但是看他的剪接后继 都是有点心机的 因为本身 Cooking Hei Hei 就是在《苹果日报》做幕后 所以他们幕后的功夫是很好 那这篇报道 除了讲Martin之外 还有讲另一个 叫做不熟不食Cooking Room的YouTuber 他说三年前开始拍主食片 主要是制作高价食物为主 目标观众 20至40岁 月前已经有19万订阅了 他本身喜欢招呼朋友 在家里搞派对 他的朋友认为他是厨艺了得 鼓励他拍片 就开始做YouTube生涯了 他说本身是做工程师 在工作不算繁忙的时候 平均一个星期就会出两三条片 影片平均有两至四万人看 成绩OK 疫情期间观看人次明显有上升 突破了六万 收入当然有上升 他说疫情的时候 由之前九千至两万元 近月就试过接近月入三万 我也觉得是 前一阵限聚令 人们晚上没得出去吃饭 之前我的影片是非常多人看的 我想我的收入多了30%左右 加上那时候的题材真的很爆 那时候细缩那时候 连环来的那些新闻 前几个月是多些大新闻 加上那些人又不出街 我那时候也多了两三成 那个影片收益 但这位YouTuber 他说因为他的食材成本很高 回报也不算很高 还以坎坷来形容 他说他的片量一星期两至三条 但是如果你一直拍片一直追着出片 其实是没了自己的时间 因为不拍就没钱 或者收入就会减少 他认为 由拍片到剪接配音字幕 最少都要花两天 要上班的话 只能够在晚上空余的时间剪片 他解释为了人道的影片更加吸引 他说他买了不少装备 相机、刀具 全部都是好东西 而且他的定位是中高价菜式 有时一味送已经接近五百元的成本 但怎么刺激呢? 就不一定是很高的 所以他说 都算是很坎坷 但最令他困惑的竟然是这个 富平 他直言被人嘲笑 他连刀也不懂得拿 自己唯有不断改进 他就说 频道单身第一条影片开始 就已经有haters了 只是他会不会出来评击你 这个心态就很正确 所以我的朋友都说 有时九不八八 为什么煮食的人都会被人dislike 他分享食物出来 最怕是haters 心态很适合 你拍任何一条影片 都有人喜欢不喜欢 只是他会不会留言攻击你 所以未入行的 你们都有心理准备 不要到时就来找五仔 说我被人这样攻击 我想告诉你 我每天都会被人攻击 我现在都懶得理 有些网友传回我 有人吹花你 我回头就会用版权去检举他 另外这篇报道还讲了一个 叫Happy Amy 平均一个月才放两条影片上去 他说那时候拍片最主要目的是 想多些人看到 以及想给一些觉得煮食很麻烦的人看 让他们可以简单又容易成功煮食 引起他们煮食的兴趣 这么伟大 他说自从疫情期间 他的订阅由7万 暴升到13万 公众层面有二三十岁的女孩 但他说回报也是不高的 除了相机 最大的投资就是每个月 他竟然要租studio 要五千元 他说空间虽然不大 但始终有私人空间 拍摄过程就不会被人骚扰 这个13万订阅的Amy 她说我没有计算过赚不赚到回来 总之想做就做 不可能一整年的视频 都跟去年一样的 这个真的为了兴趣 所以做YouTuber其实也有很多方向 不只是赚钱 有些人 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他的事情是有成本的 他未必赚得到很多回来的 有些人甚至是 做好事情 租一个studio 拍到最好 没有人骚扰 享受他的YouTuber生涯 但是告诉你 一个月都是出一两条影片 对 他说平均一个月上载两条影片 以简单的甜品为主 他还要拿五千元去租一个studio 那些人真的是为了兴趣 所以没什么所谓 但如果你说 你是想着拿来做稳定收入 我想你是要双线发展 你首先打工 或者你有一些网购 或者怎么样的收入 然后再做YouTuber 因为你看到那个工程师 他本身也是有份全职的 我相信他不会脱了一份全职 不过他说其实 他兼着做YouTube 最高的月入也有三万元 他脱了一份全职 你全职做YouTube 那月入可能有六万元 对 我不知道他的工程师 本身有多少钱 但他就说很困身 因为他说只能够在工作之余的时间 去做你的剪接和拍摄 这是事实 你要有个目标给自己 我自己建议 如果你说想做YouTuber 要么你有份兼职 工余的时间就拿来拍片剪片 那你起码每个月有个稳定收入 你不会饿死 如果你打算全程投入 除非你是很熟这个网络世界的人 不然兼着做就稳定一点 当你可以放弃那份兼职 你就可以做一个全职YouTuber